今天是八一剑军节,不少明星纷纷晒出自己穿军装的照片,孙芊就是其中一个,据孙前爆料,这组照片是他去年年底,和童年冰相约回到老部队时,占有送自己的礼物,所以十分珍贵。 孙芊是文艺兵出身,和孙芋还是占有的关系,照片中的孙芊看上去只有十几岁,笑容金色,满脸的娇人蛋白,孙芊在部队做文艺兵时,做的最多的还是主持的工作,当时还曾与孙芋同台演出,之后在《甄嬛传》中再遇到,可以说是很大的缘分了,都为孙芊部队救赵,看到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,孙芊不禁改改, 一直很喜欢刚当兵那年,他也一直记得一个退伍老兵,坐在他已经打号行装的广板床上跟自己说的一句话,当兵,带给我们的是骨子里的建议。 直隔多年,孙芊重回军队,也是满心感慨,虽然老部队里过去的上下铺已经没有了,战士们都是担任床了,但被子依然叠得相当板正,孙芊在部队宿舍参观时,也是满脸的骄傲。 他坦言在无数个脆弱的时刻,是住在骨髓里的这份军人的坚毅,一直陪伴着自己,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孙芊也为部队和曾经的战友送上了祝福,感恩曾经这身军装,八一快乐,我的部队,我的战友,愿你们安好。 自然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